哈囉大家好我是Change 今天我們來講關於POE3.7戰亂之商的聯盟機制詳情 盤點那些要做壞的超猛法術技能 等等 你說這個版本是近戰聯盟 不不不 近戰聯盟這也太誇大海口了吧 近戰是得到了BUFF 沒錯 但是不代表他是近戰聯盟 因為聯盟還要看他的聯盟機制是什麼 那今天我們來介紹一下三種我覺得非常做壞的超猛法術 第一個是靠著混沌擴散 第二個是靠冰冷擴散 第三個是我私心推薦的整體上在這個版本都非常適合的天蕾之助 那首先從戰亂之商的聯盟機制開始講起 那幫新手補充一下為何能夠應對聯盟機制這麼重要 我們前期過拓荒進入打圖之後 基本上每天都會進行至少二三十次以上的聯盟機制 那遇到這些聯盟機制的時候該怎麼辦呢 首先你必須有個機體非常的符合這個聯盟機制 前期我們除了打圖賣圖 調裝備這類的收入以外 最穩定的收入來源就是靠著聯盟機制獲得的一些收入 那這次聯盟機制相對的比較單純簡單 像是裂痕2.0 我們只要打怪打怪打怪 然後拿去開圖就好了 這樣的話那些打的怪會掉一些聯盟專屬的道具 還有一些通貨還有預言啊 孵化石啊非常非常多 基本上你能夠想到的它都會掉 只要不是絕版的東西 那戰亂之商的聯盟機制呢 首先我們會在地圖的中心某一方會看到一顆寶石 那這顆寶石是所謂的戰爭石碑 碰了戰爭石碑之後呢 它會破裂然後開始進入倒數10到15秒的時間 會有一群站在原地不動 像是被冰封住的怪物一樣 那有些怪物在軍團後方 它會呈現說頭上有像是什麼通貨啊 裝備啊或是一些其他有價值的東西 這個時候要優先的去把它打完 把整個圖清完然後時間倒數到了之後 它們就會出現原狀 那些被你碰到打死打到血量空的不動的物體 它們重生之後變成了士兵開始攻擊 彼此攻擊然後你也會被它捲入它們的紛爭 那你要優先的去把後面那些可能會掉通貨的 或者是一些聯盟特殊掉落的一些怪物給打死 那它掉落一樣 通貨啊軍團碎片啊裝備 預言地圖附魔裝化石 孵蛋器非常多種類 可以靠這個在前期小賺一點錢 根據我個人經驗 前期的話賣圖大概有五六成的收入 剩下的收入主要都是來自於聯盟機制 特別是這一版聯盟機制又這麼簡單 新手要賺錢應該也是更為輕鬆了 這個是想解 那前面就不多說了 怪凍結狀態呢有血量可以被任何傷害打擊 失去血量之後隨即進入鎖血狀態 但鎖血之後不算擊殺 所以你的一些擊殺的能力啊 都無法在這裡發揮效果 可能是怕像是什麼兵傑啊印菩薩太OP了就不用玩了 那圖騰陷阱是可以觸發的 但是不會一直攻擊已經鎖血的目標 所以你可以不用擔心他的AI會太呆啊 或者是你有鞋子啊 還是攻擊那個已經鎖血的敵人都不會 那也不用怕插了圖騰陷阱他不會觸發 都可以用的 那連鎖技能在鎖血之後 理論上都可以一直傳遞下去 電腦也可以電出去 閃電撒擊理論上也可以是滑起來的狀態 如果沒有GOG的話 那一樣時間到了軍團開始反擊 打完之後開始回收你的戰利品 那這連鎖機制當中有幾個關鍵啊 第一個關鍵點是 你沒有必要開啟所有的敵人 優先找到高價值的目標才是重點 高價值的目標就是 掉落通貨聯盟特殊東西 預言啊 還有一些特殊裝備上面有標記的一些敵人 先打他們開啟再說 那傷害要一定的程度才能開啟金冠和軍團 像我前面講說的那些高價值目標 通常都是金怪 甚至到軍團王 那講個笑話 GG要抵制飛車流派 他們覺得那個飛車流派不酷 但是陣火QQ 傷害不夠 如果打不死 比如說我剩下5秒 好不容易發現 哇那個怪好像會掉很多很猛的東西耶 然後飛到他面前 時間不夠傷害打不出來 拜拜 再來關鍵第三點 防禦機制要能應付那些開啟的群怪 一整群怪朝你撲過來 不只考驗你電腦的效能 也考驗到你對群怪的防禦機制什麼的 關鍵四 選個一鍵掃檔的技能 好啦 我們講到今天的重點啦 一鍵掃檔的技能 這些超OP的技能 介紹與分析 主要都是法術技能 首先我們先看幾段圖 看到了這個嗎 這個是靠著瘟疫 還有令魂吸取 把怪物整個打死感染出去的一個畫面 那這個效果呢 其實很多聯盟之前都有用 我知這個聯盟又非常適合 靈魂吸取呢 它可以造成一個持續性混沌傷害的投射物 可以用瘟疫一起傳染出去 那瘟疫傳染出去 會有什麼效果呢 沒錯 就是進入所限的敵人 可是這個地方有個很神奇的地方 我們前面說到的那些敵人不會有死亡 根據之前有人的測試 它要拿處行者擊殺增加範圍的去轉 沒有辦法增加 但是這個瘟疫效果 居然鎖血了之後可以擴散出去耶 那靈魂吸取把敵人打到空血之後 就可以藉由瘟疫把 他的混沌傷害傳遞出去 基本上只要一秒鐘 整坨怪 畫面內內的整團軍團怪 全部都會消失 串法就是瘟疫強化增大範圍 命能波動 然後靈魂吸取補傷害 這樣子 那前期的串聯方式就照這個順序下來 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方法 可以說是戰爛智商最快的東西 那特效比起其他的打碎的技能來說還好 等級連線沒有起來的話 傷害有一點點的低 比如說你只有4L 然後靈魂吸取在17-18等的時候 那傷害當然是打不太出來的 因為持續傷害必須靠著等級來提升 然後現在金怪真的很坦 有一定的機率在打金怪的時候 時間可能不夠你打 這個要再思考 不過到後期靈魂吸取起來之後 那傷害一定很夠 那他的玩法其實就跟解析很像 我們先丟瘟疫或靈魂吸取都可以 只要在那個靈魂吸取擊殺第一隻怪的時候 那隻怪是有被瘟疫感染到的 他就能夠將整坨感染出去 好接下來是冰冷的技能方面 我們看一下接下來幾張圖 可以看到冰冷整個枕頭炸出去 畫面一陣白光 然後所有的怪 軍團怪全部都進入所寫狀態 靠著就是這個瓦爾冰霜猩猩 瓦爾冰霜猩猩呢 是一個冰冷之環 他會往旁邊膨脹 然後擊中敵人的時候會重複 然後旁邊的敵人如果一直在他的攻擊範圍之內 會不斷的重複範圍出去 他的特效超級扯電腦要非常好 不然你會送自己下線 連鎖爆炸相對傷害不會不足 可是如果有比較強的精怪 你就要必須把這個當成輔助技能 然後給冰持續傷害 比如說給漩渦來打 這個我的串法會串成真大範圍 極動配上寒冰刺骨 給其他的冰冷持續傷害更多的輸出空間 來當成一個輔助技能來使用 另外一個比較不吃效能的這個技能呢 你可以看到他像是一個颱風一樣 這個像颱風的技能叫做挖爾雙爆 挖爾雙爆他的基本持續傷害很高 特效因為比較普通 所以不會造成那個電腦太大的負擔 基礎傷害非常的高 像個移動颱風一樣 一樣是可以當成一個輔助技能 強怪一樣可以漩渦來打 非常的輕鬆 穿真大範圍寒冰刺骨來當成一個傷害輔助 最後我會選擇穿持續時間增長 因為這個技能他基本持續時間只有4秒 配合天賦跟持續時間增長 還有昇華一些 應該可以把它撐到10秒左右 讓這個技能能夠在 一些怪物出現的時間 全部把它們都打完 那個範圍很大 而且不會有施法持續的延遲 所以我只要能夠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把整個怪走完 可以看到這個技能 基本上快要到整個螢幕大 那建議昇華的部分呢 一樣是走炸騎士 炸騎士是這個聯盟最夯的角色 不知道官方有沒有傻眼 你稍微小砍一下 但是兒子又東山再起 親兒子還是親兒子 你砍了他的各方面數值 但是你沒有砍了他的概念 一樣不行 那一個建議是 持續傷害不太吃武器 那中期是不太缺傷害的 因為持續傷害靠的是技能等級 還有天賦昇華給予的 所以呢 這段時間呢 我建議就直接拿一個 冰冷持續傷害加成啊 或者是混沌持續傷害的一個法杖 那配合一個盾牌使用 縱盾春風 護體 血魔法 快速攻擊 跑突非常的快 然後配上炸騎士 給大堆攻擊速度的昇華來說 非常的好用 最後我要推薦的是 天人蜘蛛我個人私心 非常推薦的一個技能 然後搭配破壞者昇華 為什麼這個技能好用呢 第一個 這個版本我估計 顫頭執障會非常的便宜 就是所謂的地雷帳 配合天雷蜘蛛這個串法 我們甚至可以買兩個 國際服第一天好像3C5C就能買到 我不知道大台服會有怎樣的物價了 反正我又不紅 應該不會影響物價太多 那投射物減數 高階多重投射呢 可以分別穿在兩個技能 兩個帳上面 一鍵X切換 打王打圖一次搞定一次 OK 非常的棒 那接著的部分呢 頭盔的部分 會用塑戒者的 加一個放置的地雷 所以我們可以一次放兩個地雷 那以前版本的那個鏡頭 華麗閉幕 我不推薦 因為菜吃能力 那物品的部分 我非常推薦一個東西 珠寶 這裡是關鍵喔 你前期可以差1到2顆 有4到6%機率 擊退敵人的珠寶 非常的好用 因為天雷蜘蛛的打擊次數非常高 我們基本上可以在身體周圍方面 製造無數的天雷蜘蛛 可以有效的用擊退壓制敵人 呃 根據我在閃回聯盟的測試 我血量沒有撐很高 不點雙躲 沒有走 那個 字盲昇華 一樣只是靠珠寶這個擊退敵人 就可以讓我在荒圖 當中拿到非常好的生存率 基本上都不太會死 因為你的擊退會不斷的壓制住敵人 敵人沒辦法射下一波的攻擊 沒辦法靠近你回出那一下攻擊之類的 他要擊氣技能也會被壓制在原地 真的非常好用 打前期那些BOSS 沒辦法進入強制無敵狀態的BOSS的話 真的是擊退 真的很神的一個珠寶 太好用了 對於天雷蜘蛛來說 又不會像是競戰一樣 打一打就打不見了 天雷蜘蛛會一直把他逼到牆壁 把他卡在牆壁 真的好用 用到的都說讚 那我的昇華建議一樣是走破壞者 然後打軍團的話 一樣是輕鬆全開 然後打後血切換 輕輕鬆鬆 任何血量都不是問題 防禦面也很足 你有什麼 我可以點到雙躲 然後我有自盲 然後我有那個擊退 傷害又超級高 完全符合這個聯盟女所需要的任何設定 人又帥 但是你的手會很痠 好 老手退散 接下來我們進入到天賦4點的部分 第一個呢 我們先來聊聊 關於炸騎石的昇華 這裡的幽靈舞步跟逃脫大師前期必拿 他們只有砍了幽靈舞步 像是你看 我每個幽魂師步要2秒才能獲得一次 但是我的移動速度沒有砍 閃避率沒有砍 只有能量護盾 沒有只有幽靈師步比較少拿了 要2秒才能拿一個 那個逃脫大師他給的那個 能量護盾閃避值也沒有改 只有把攻擊速度跟釋放速度 砍半從12%砍成6% 那雖然這樣是砍很多 那這對後期來說 一些攻擊速度跟釋放速度 完全是可以無視的 然後關鍵是有幽魂師步無法被暈眩 然後法朵被砍半只剩10% 這個就反正20%10%都一樣 就多多少少一點點而已 那接下來的話幾個走法 有些人會想走敏捷殺手跟奇異吃者殺怪 然後拿一些更快的跑速 更快的移動速度跟釋放速度 那我覺得比較保守一點的話 是走耐心的死神 拿到驚痛這裡 耐心死神持續傷害 然後擊殺持續傷害的敵人時候 你可以增加你的70%能量護盾生命魔力的回復速度 然後搭配擊殺死神 也就是對刷圖來說是一個很安全的一個效果 打完之後吃到持續傷害而已 然後驚痛有那個技能持續時間 然後更多持續傷害 然後減少我們所說到持續傷害 這一點給的傷害防禦算OK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到的是關於混沌傷害的流派 我該怎麼點法 那這裡出門的話 你混沌傷害流派要走這裡出門 那如果你不想要這一些 你覺得這些點他給的傷害太少了 你後期你可以這樣走 把這個點數給省掉 這都OK的 或者是走這裡 看你需要什麼 因為混沌傷害持續流派這幾點 這幾點只有什麼10%10%太慘 那你一樣可以走這個攻擊施放速度 走這裡也可以 我估計比較推薦前期的走法應該是走這裡 因為我覺得攻擊跟施放速度 比起那一點點的傷害來說這裡更為重要 那我們就這樣走好了 然後施放速度 血量 然後這裡的持續傷害圈先拿 要傷害的話先下來這裡拿瘋狂配方的混沌傷害圈 後期再補這裡的防禦面就可以了 接著繞到這裡來點 這裡可以先拿血量過來 要更多血量可以補更多血量 不然的話就持續走 你前期也是可以走這三點上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後期我會改成這邊 因為這裡有珠寶洞跟能量護盾 後能量護盾更好用一些 一樣在這裡補成長與衰變的傷害 拿血圈 移動找到這裡上來 可以拿到混沌持續傷害加成的一些效果 這裡是傷害圈裡面給最多的 因為他要給混沌傷害 又給那個混沌持續傷害加成 這個傷害真的給很多 前期點到這裡傷害就有保證了 然後點完這裡之後 你再考慮往這裡的女巫去移動 補生命 那我會走這兩個比較大圈的血數跟融合的話 因為我們是走一個複合的概念 複合血量跟能盾之後呢 我們可以這裡的能盾可以先不用拿 前期都不用太重要的拿能盾的點 拿範圍效果過來補血量 然後這邊也可以補血量 我們前期可以拿到非常多的血量拿生存 這生存不是問題 要傷害的話 繼續往這裡上面拿孵化的混沌傷害圈 這點也要補因為是非常持續傷害加成很痛 那前期點數不多的話可以先這樣走 後期的話這1.12%的混沌傷害是很值得點的 走到這裡 這裡心靈昇華不及啊 一樣拿血量這裡的範圍 會走到這裡有些是因為這個範圍增幅 然後這裡的血量也不錯 點到這裡之後呢 我們後期再去補出這裡的心靈昇華MOM 之後呢 可以試著看情況把魔力拿更多 這樣我們就有血量的負荷加MOM的負荷 對生存很有幫助 那天賦牌面在混沌傷害來說就是基本上這樣 好接下來我們來講到的是冰冷持續傷害的部分 昇華的部分基本上一點都沒有變 是靠著這樣點的 那出來的話就不太一樣了 因為冰冷是持續傷害的元素傷害嘛 我可以走這裡的傷害出來 血量持續傷害不是混沌就不走下來啦 我們往上面走 拿這裡的元素傷害圈 出來一樣可以拿這裡的持續傷害 往下走的話可以珠寶跟血量 但是我不建議先走這裡 因為這裡的過路點還有點多有點煩 建議是先從血書這裡繞上來 拿冰冷傷害最主要的這一圈 領列之子 這個對冰冷效果的傷害增加很大 就像是剛剛我們講這邊一樣 就是換成冰冷傷害圈了 那接著的話是走到這邊 拿到融合圈 那接下來有幾個選擇 你前期可以不用走這裡 你前期可以這樣走 這樣這裡就不用花那麼多點數 後期我會走這個的是因為這裡的防禦更強 被做成這個技能的惡毒撈防 有過可憐 好一樣範圍 其實混沌跟冰冷很像啊 只是這裡走成冰冷持續傷害圈 然後混沌是走混沌傷害圈 那最大的不同是 冰冷會拿元素超載 因為他是元素技能 所以必須拿元素超載 拿到40%送你的更多傷害 MOM後期在點加點法都一樣 那這裡的元素之項呢 你要很勤勞的一直用閃電技能 或是別的技能去刷新他 那你的其他的法術技能 不能有任何的附加冰冷點傷 不然元素之項就不能用了 那這裡部分你可以後期再考慮 要打更高的王 要更高的傷害的時候 再考慮這一塊 那其他這邊也是一樣的 所以冰冷持續傷害跟混沌傷害 其實靠了幾點 天賦重置都可以互相轉換的啊 所以這兩個你可以都玩玩看 來決定自己喜歡哪一個 或兩個都玩都沒關係的 好接下來要講到的是 地雷我們就一步一步的點好了 因為剛剛那兩個太像了 如果都點的話太浪費時間 先從昇華的部分開始講起啊 昇華的部分呢 是走下面這幾個地方的 那傷害的部分呢 我會建議怎麼點 我建議的話 你要傷害可以先走炸彈專家 跟這裡的爆破天才傷害很高 那前期你覺得耗磨太高的話 可以先點出重火狂 身在影中是最後在點 這裡給的周圍的人自盲非常好用 而且你的自盲的敵人給你的傷害會少10% 你對自盲的敵人會有更多30%的擊中和異常狀態 然後擊中敵人之後還有額外機會四盲啊 這個就是防禦面 然後一點點傷害 這裡傷害給很大 還有這裡的組裝速度 對於你放地雷然後引爆的間隔來說是非常有幫助的 好那接下來講這裡 這裡的話 出門一定是這裡陷阱地雷傷害全出來 可以先補這裡的血量 然後這裡有破壞者增加那個地雷和陷阱的傷害 我真的覺得刺客很輕鬆啊 前期有個超猛的爆裂陷阱可以一直丟 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然後接著你有幾個選擇啊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繞過來點 可能要花一點點數 或者是你先不急著這樣點 往這裡走也是可以的 我非常建議往這裡走 為什麼不先拿這裡的 看著很大圈的地雷陷阱圈呢 因為我們要直衝的一個點叫做 不是不是這裡 對這裡 串流爆破跟0秒出手 我個人的建議是 你一定要先過來這裡 把0秒出手拿起來 這樣你在放引爆的時候 會有非常好的遊戲體感的影響 然後記得把你的地雷技能全部都放成 就是原地出手的那個選項 把那個有在原地出手的那個構起來 接著走到這裡 把這裡的串流爆破拿起來 串流爆破給的傷害很高 然後加上這裡還有一定的機會可以拿到暴擊球 非常的好用 那接著的話就可以從這裡繞過來 把這裡的地雷陷阱圈拿起來 好那差不多前期的配置就是這樣 那我們主要的傷害走完了你可以有幾個選擇 像在這裡補出生命啊 好接著走到這裡來 我們走暴擊地雷基本上一定是走暴擊 畢竟他的專精點給太多暴擊 補出更多的血量 那走法其實很像啊 然後這裡的神聖啟蒙點是暴擊流派 好架構基本上是這樣 接著就是把血 然後很建議 那個很建議地雷啊 你後期應該可以買平面魔水 然後把心靈昇華點起來 因為後面點數沒有了 所以你要多花點點數去把這個魔力的部分給點起來 接著是去找暴擊 那你發現你的傷害 然後這裡的 呃珠寶洞兩點了 可以看自己 要不要優先先前幾點起來 有好的珠寶的人 花兩點可以點起來 接著你要做什麼事呢 對就是把這裡的雙朵給拿起來 雙朵給你的生命幫助真的是太大 我看看這樣的架構應該是差不多了 好那剩下的點數可以幹嘛勒 剩下的點數喔 如果這裡還有的話 還可以補出這裡的刺行者跟這裡的傷害 我這樣點數就完美的用完了呢 好那這樣的話 配置就差不多了 今天的介紹應該就到這裡 好那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 因為我可能會漏掉一些東西啊 同時捏了這麼多 流派跟講解機制也許會漏掉一些東西啊 那就謝謝大家 那有問題的歡迎留言給建議什麼的 我放下 好嗎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提供